搶書話語權 網路聲量簡 賴清德 面臨邊緣化 請你說明一下 程序正義好嗎 就這樣子 然後就和洩完了嗎 這個不是叫和洩書店 OK 當我們在對談的時候 你要尊重我們呢 還是要影響我們 不好意思 我覺得不要不要 不要把這個公益偏離主題 我就正式提問了 新政院前院長賴清德前往獨立書店 要和老闆娘進行醫護人員勞動對談時 卻遇上反對南鐵東儀 全縣自救聯合會會長陳智曉的抗議 最後無奈令中斷離去 賴清德最近壓力很大啊 南鐵東儀和公德院 是他總統之路上揮不去的羈絆 而黨內立委保持中立 讓他也得不到奧元 近期重大議題也往往被總統蔡英文 搶先回應 相較於蔡英文的直播 他的人氣較少 網路聲量減少中 連IG都一度被檢舉關閉了 加上黨內希望促成 他和蔡英文合作的聲量不減 讓支持者很擔心 賴清德是不是被邊緣化了 也有很多人擔心我太佛系選舉 到最後會不會被邊緣化 君子之爭的背後的意義就是理念之爭 不是打群架 每一個民眾對我的每一聲加油 每一句鼓勵 或者是每一份支持 都是我堅定地走下去最重要的力量 政治中心臺北報導 加入考評委會員 只要用臉書或是Google帳號 就能一鍵註冊 也可以用電話或email註冊 限時免費 快來註冊蘋果新聞網 你會不會被邊緣化 我會不會被邊緣化 我會被邊緣化 我會被邊緣化